大家好,把買回來的麵條放在蒸屜上刷一點油 出鍋瞬間變美食,比炒麵拌麵都好吃 很多人吃過但不會做,一起來看看是怎麼做的吧 保證全家都搶著吃 準備適量的新鮮麵條 把買回來的麵條放入蒸屜中 麵條上刷適量的食用油,防止粘連 還可以防止水蒸屜進入,保持麵條的筋性 然後蓋上蓋子蒸至八分鐘 準備五毛錢的五花肉切成厚厚的薄片 切好後放入盤中 準備一把洗乾淨的芹菜切成段 10克生薑切成片 適量的大蔥切成片 準備一個西紅柿對半切開 去除硬心 切成塊 切好後放入盤中 準備兩毛錢的黃豆芽 鍋中加少許的油 油熱後下入五花肉片 加入片炒香炒出油脂 把熱炒至表皮微黃,這樣吃起來更香 炒香後下入蔥薑 加入一顆半菜的八角 翻炒均勻,炒出香味 炒香後加入少許料酒去腥 加入適量的生抽 少許老抽調色 翻炒均勻,炒至上色 翻炒均勻後下入西紅柿 翻炒幾下 然後下入芹菜的黃豆芽 翻炒均勻 翻炒均勻後加入適量的清水 開始調味,加入食鹽 少許的雞精 適量的白糖提鮮 加入一勺十三香 少許的蠔油 翻炒均勻 翻炒均勻後煮至三分鐘,煮出食材的香味 三分鐘後放入蒸好的麵條 拌勻,讓麵條吸收湯汁的香味 拌勻後倒入蒸鍋中 整理平整 蓋上蓋子,再蒸5分鐘 好了,時間到,打開蓋子 哇,實在太香了 拌勻 這個時候一定要關好門窗 防止隔壁的小姐姐過來蹭吃 好了,出鍋裝盤 美味的芹菜蒸麵條做好了 麵條爽滑煎到,鮮香開胃超好吃 喜歡的朋友趕緊收藏起來試吃吧